大家好 这里是PTE Study 整体讲解 SST 部分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Globalization 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对于全球化的不同定义 我们先从第一句话来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 有许多定义什么是经济全球化 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 它涉及减少或消除限制商业 贸易进出口 投资甚至跨国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壁垒 这句话一拿到呢其实非常的长 即使说我们用中文来理解它的意思呢 也是稍微有点拗口的 所以让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内容 或者说这句话的一个主干 那就是首先第一句话前半句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主要的内容呢 那就是经济全球化 什么是经济全球化 它有很多不同的定义 之后呢它出了一个Button 把它之后呢就是一个转折 它之后内容其实是一个强调 强调的是最重要的部分 最重要的方面 最重要的方面是什么呢 那就是移除或者说是减少 移除壁垒 什么样的壁垒呢 后面其实都是在具体修饰或者形容这个壁垒的 那这个壁垒是什么呢 就是消除限制商业贸易 甚至跨国劳动力的壁垒 所以后面呢都属于一些细节性的内容 我们都可以不用看它 只能看前半句就可以了 前半句的主要内容呢就是 全球经济化的重要方面呢就是移除壁垒 我们再来看下一句 这句话呢它一开始就个first 也就是说全球经济化 第一个概念呢 一开始呢其实它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增加全球贸易 增加全球交易 并且有个按的连接的一个并列结构 这两个都是要写的 那就是跨国公司的增加 所以说全球经济化的第一点呢 就意味着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的增加 再看下一句 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说第二点 从第二点来讲 全球经济化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一个比往常都整合的经济体系 首先呢它主要的部分呢是经济体系 什么样的经济体系呢 那就是比往常都整合 都一体化的经济体系 所以这一句话呢我们要记得重点就是 一体化整合的经济体系 再看下一句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有些国家生产商品 有些国家消费商品 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经济 可能依赖于另一个国家更多的跨国交易 其实这句话呢也是在具体的解释说明 为什么全球经济化就意味着一个经济体系的整合 或者说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 那就是因为这里就出现了 那就是因为一些国家生产商品 一些国家消费商品 这里的which means呢 其实是在具体的解释说明前半句话 which means是个非限制性定义统计 解释前半句话一整句话 意味着有些国家呢 它是在依靠其他的国家 依靠其他的国家 所以说这一句话呢 我们如果要记的话 我们可以记前半部分 也可以记后半部分 如果我们记后半部分的话 就是说有些国家的经济 其实是依靠于其他国家的经济的 如果记前半句话呢 我们就记成有些国家是生产商品 有些国家呢是消费商品 这个看大家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句话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但在过去 他们是经济独立的 而现在 他们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 比如欧盟 这句话一拿到之后呢 一开始就有个but 我们说把他之后的内容呢 其实比较重要强调的 他强调的是在过去的时候 这些经济呢都是怎么样 都是独立的 但是有个while作为转折 转折说他现在 现在怎么样呢 现在都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 他这里呢下来有个for example 就是举例说明 举例说明什么呢 比如说这就是european union 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这个举例说明具体的例子呢 我们就可以不用提了 所以说这句话 如果我们要记的话呢 就是past independent now there are all parts of global economy 好了 这就是这篇文章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这篇文章基本没有一句废话 每一句话呢 都有要记的一个内容 并且呢 如果我们在记的时候 手底下一定要快 记到它核心的点 这篇文章的内容呢 相对也是比较短的 大家记起来 估计是也会有一定的压力 好了 这个呢 下来就是我们的核心要点 总共有5计划 大家可以试着把它串起来 如果串起来的话 时间最好控制在5分钟之内 字数呢 在50到70字 写完之后呢 就可以看我们的参考答案 这里呢 是我们的参考答案 首先一开始呢 就用一个theirbeat的句型 写出了这个文章的核心呢 就是globalization的一个定义 然后它定义有几个呢 有两点 我们在这里呢 用first和second来连接和引导 并且呢 每一句话 我们都基本上都有一个 which引导的一个 非限制性定义重拒 第一句话呢 我们用非限制性定义重拒 来具体解释说明 而第二句话呢 它其实就是说 是一个总体的经济体系 globalization呢 就是一个总体的经济体系 最后呢 所以说 这里面有一个总结 所以说我们用zirfo在这里面 说在过去的时候呢 我们的各个国家的经济呢 是相对独立的 接下来有个转折 while 但是现在呢 它们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这边有个s 其实把之前文章前面的内容 稍微调到后面去说了 那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 是会依赖于另外一个国家的经济的 所以说 这就是这篇文章的总体内容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PTE Study 谢谢大家